大家都知道長久以來 哥倫比亞這支球隊的足球水準 其實總是被認為不如南美三強 哪三強 烏拉圭 巴西跟阿根廷 不過經過二十年來的努力耕耘 去年的數字賽他們可以說是 哇 由黑翻紅了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 預賽三戰全勝之外 直接是晉級 而且還淘汰了烏拉圭 首次進到了氏族八強 雖然輸給了巴西 但這支球隊在今年的美洲盃呢 實力絕對不容忽視 足球對哥倫比亞來說 是如此讓人喜悅而心痛 二十二年前 哥倫比亞一度在國際組總排名第一 在史上最佳中場華德拉瑪在領下 五比風光地進入1994年 美國世界盃會比賽準備迎向金杯 但預賽第一場竟然就爆冷輸給羅馬尼亞 第二場對上美國 後衛艾斯科巴在回防時想要阻斷美國隊的傳球 卻一腳把球踢進自家球門 這一季被稱為史上最悲慘的烏龍球 不但讓哥倫比亞在預賽就遭到淘汰 艾斯科巴更在十一天後 遭到黑幫分子開槍射殺 最終明暗揭開了哥倫比亞幫派操縱球賽的不堪黑幕 讓這個熱愛足球的國度萌羞 華德拉瑪、阿斯普里拉等一干名將在事發後 宣布告別國家隊 球迷也遠離球場 讓哥倫比亞的足球嚴重微縮 世界排名一路跌到五十名之外 從谷底力圖鎮座的哥倫比亞 在2006年找來了阿根廷級的佩克曼擔任主教練 他執教九年來 哥倫比亞建立了網撞短船的進攻球風 球員的攻擊意識濃厚 而且毫不畏懼防守 讓哥倫比亞在國際足坛有了新的起點 而超級前鋒法爾可 似乎正是為了哥倫比亞的攻擊球風而生 他在西甲馬德里競技的兩個球技 踢進五十二球 與西羅與梅西並列為西甲三大前鋒 許多球迷甚至認為 相較於西羅和梅西都身處超級強隊 不管在什麼球隊都能夠不斷進球的法爾可 才是全球最強前鋒 不過法爾可去年因為左西十字韌帶受傷 而無緣世界盃讓他成績不少 反倒是另外一位哥倫比亞明星前鋒J羅 在世界盃中以無償比賽 六進球二助攻的優異表現 拿下大會金薛獎 而成為全球足坛的當紅炸死機 也是現今哥倫比亞最為台灣球迷喜愛的明星 表面上是哥倫比亞跟巴西 是這一組的比較激烈的競爭 就算他贏不了巴西之類的球 或許逼平你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不會通過設定 這就是美洲盃進場的地方 本屆美洲盃這兩大前鋒終於合體 共同為哥倫比亞奮戰 預賽中他們將遭遇去年在世俗賽 結下兩子的巴西隊 一方面巴西去年把哥倫比亞淘汰 另一方面 哥倫比亞導致巴西一哥內瑪爾受傷退賽 如今兩隊狹路相逢 必然火花四射 而球迷也將能夠見證 獲火重生的哥倫比亞 他從頭到達深深的